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继续绝技之王争霸赛的比拼 那到底谁会成为真正的绝技之王呢 您可以通过登陆我们屏幕下方乡村大世界网站进行投票 动一动您的小手为我们的牛人头上宝贵的一票吧 好了 当然了 在牛人们互相比拼的同时 那我呢 也一定会让大家看到富于龙 不是 不为人知的一面 哼 我跟你说 我不为人知的一面 毕哥 毕炯 你那些炯事多多呀 我将逐一的呈现给大家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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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谁炯还不一定呢 观众朋友要清明眼亮 心中自由评判 在您评判的同时 您不仅能够看到精彩的节目 还可以有礼物拿哦 欢迎参与乡村大世界红包互动 打开微信 摇一摇 选择电视 摇动手机即可参与 每期呢 我们将送出450万元的微信电票红包 和6万元的微信话费红包等你来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一轮比拼 本期决技之王争霸赛首轮争夺的是谁是乡村球王 他们分别是拉风组合带来的双人球技表演 以及曹凯带来的时尚拉丁舞球技表演 到底谁的球技更技高一筹呢 首先上场的是拉风组合 他们俩兄弟默契的球技表演 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 那到底能不能获得您手中宝贵的一票呢 大家的观众 I take you and my friends and hang out for the weekends I take you and my friends and hang out for the weekends I take you and my friends and hang out for the weekends I take you and my friends and hang on, I'll be back I take you and my friends and hang out for a while I take you and my friends and hang out for the weekends 拉风组合的俩兄弟真是心有灵犀 抛接球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 接下来应战的曹凯 则是一个人之间的默契 跳着时尚拉低舞的同时 双手还要抛接十个球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哎呦 眼花了乱 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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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大难度 来 四个了 现在四个了 来 五个 越来越多 难度越来越高 好 可以一次接两了 没起来 漂亮 朝凯 我挺来的 帅 下台阶了吗 才能下去 还能上回去吗 有本事掌声热烈还能回来 还能倒车 要不要继续增加难度 走你 六个 这可是六个球 比发球机还要快 七个 你不要演了 担我们时间 他开始紧张了 哇 哇 嗨 现在是八个 九个了 九个 有不祥的预兆 他九个球 他握起来 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 他紧张 找着感觉 穿过 十个 十个 看到没有 同学们都不怕事大 好 现在加上这个球 就是整整十个了 朋友们 你先让我们许一下 你别让床兜里一个 刘刚 那是你经常使用的招数 我们请的是结活 而不是魔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的 好了 被吓唬柱子 你拿安静好不好 他本来就很紧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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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了 到底是拉风组合的球技表演更精彩 还是曹凯的拉丁舞球技更高超 到底谁会成为乡村第一球王 请登陆乡村大世界网站 偷上您宝贵的一票吧 把开微信 摇一摇 选择您喜欢的节目进行投票 引起四百五十万元的微信电影票红包 和六万元的微信花费红包 那你觉得那个节目是您心目中的绝技之王 请登陆我们乡村大世界的网站 投上您的宝贵一票 贵龙 我跟你说 作为一个优秀的农民节目主持人 怎么样 必须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 像我一样 就是咱们每到一个地方 坐飞机 坐火车 坐汽车 坐轮船 坐拖拉机 坐牛车 坐马车 有时还有自行车 你就坐了那么多车 你不就是想说明一点身体要好吗 有时候我们还要站着呢 一站一站 三四个小时 特别时候也有五六个小时的时候 所以说嘛 身体要好啊 你就要多运动多锻炼 你就向我学习 所有的体育项目 我都行 贵龙 你体育项目行不行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项 我正在给你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真的 真的 谢谢 谢谢 什么项目 吹牛 什么吹牛 咱们来看看贵龙到底是怎么吹的 这个很简单 就是不知道今天有这个环节 否则的话 我也把我的练功服穿来了 龙哥 为了这个颜面 你一定要撑住我 站起来 你不是一个人在站着 你不是一个人在站着 你要站起来 撒手 来一二三让 来 贵龙特别年轻 往前走 往前 再往前 再往前 开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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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富宇龙 看来你真的是在吹牛啊 你这身体的卸调性 可真是不敢恭维啊 还是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两位牛人吧 他们可都是曾经的冠军呢 本期局季智王争霸赛第二轮争夺的是 甚至乡村钢管舞王 他们分别是 妈妈咪亚年度总冠军黄月荣 以及北京钢管舞锦标赛冠军吴飞 他们狭路相逢 将为荣誉而战 到底谁会成为乡村钢管舞王呢 打开微信 摇一摇 选择你喜欢的节目进行投票 赢取450万元的微信电票红包 和6万元的微信花费红包 广告期间也可以摇动手机 不要走开大奖再等你 本期局季智王争霸赛第二轮争夺的是 甚至乡村钢管舞王 他们分别是 妈妈咪亚年度总冠军黄月荣 以及北京钢管舞锦标赛冠军吴飞 他们狭路相逢 将为荣誉而战 首先上场的是 妈妈咪亚年度总冠军黄月荣 在云青南 卧行的方向 空车飞去 黑暗游墙 鱼龙雪山 闪耀着云光 秋色离家 人在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者 杨古博所 школ差不多 Father Fre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要把一首爱你在心口栏开送给大家 爱你在心口栏开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爱你在心口栏开 我都没看够能不能再倒着跳一遍 厉不厉害 练了多久啊 我跳了三四年 然后呢我是自学的 高中毕业以后呢就参加了我们当地的文艺团队 就是在我们当地有一个习俗 红白喜事里面去演出 那时候呢我只是个很普通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唱歌跳舞的演员越来越多 我就想如果说多一个才艺的话 那也许我的工资会高一点 后来我就觉得 钢管舞好像在我们农村还没有表演 那后来我就想到这样一个方法 我跟我老公说 我老公我想学钢管舞 对于我的老公呢 他是个非常内向 也非常保守的一个男人 他也是个军人 所以当时我提到钢管舞的时候 他是坚决反对 后来呢 其实我在网上收到了很多视频 我觉得钢管舞其实他是利与美的结合 对 他是一个很难的舞种 但是我觉得我从第一眼 我就真的喜欢上他 我说我一定要学 后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土道具 开始自学 来我们把黄艳荣帅帅的老公请上来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 怎么称呼你啊老公 我叫江福健 你那个舞蹈跳的那么好 钢管舞 老公开始不支持 到后来慢慢欣赏 到后来有没有参与进去 刚开始他跳钢管舞的时候 我并不是非常的支持 但是在参加妈妈咪亚 在复赛的时候 第一次两个人合作了一下 他有自己跳 有合作过 对 妈妈咪亚他们他有跳过 哎呦 那今天现场的朋友 你们还等什么呀 再看一下好不好 哦 这才叫比双飞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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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得恩爱的夫妻 哎呦 哎呦 哦 黄月荣的表演可以说是由刃有余 刚柔病气 并且还带来了老公助阵 面对这对年轻夫妇 已经五十岁的吴飞 将会如何接招呢 他又会请来谁做助阵嘉宾呢 这首尖母比赛 第二属剧 你当心想要 你当心想要 你不离 有其他人 这首尖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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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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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